贩卖外贸焦虑 贩卖外贸焦虑是因为它有市场 而有市场是因为 确实人们对于外贸的关注 在这个时代有的时候过于明显 我觉得只要是女生吧 都会或多或少的 有一些这方面的焦虑吧 因为太多的网络上 有太多这样子的声音了 女生一定要有巴掌脸 一定要就是A4 有的时候会往自己身上讨 就觉得我是吗 我会不会被别人说我很糟糕 因为我们每个人 如果对自己有一个正常的判断的话 一定会知道自己有优点跟缺点 那么外贸焦虑贩卖的基础 就是扩大你对自己缺点的恐惧 和扩大别人对你的缺点的看法 甚至是营造一种假象 就是你因为你的缺点 而变得一文不值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这些贩卖的焦虑 自己可能应该要回归到自己身上 真正地想一想 什么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其实美对美的看法 也是见仁见智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也觉得在这件事上 就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 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你只能做到 在自己的心中是美 是健康的 是快乐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不能把它变成一个 束缚自己的一个牢笼 或者变成一个陷阱 让自己不断地往下陷 所以我觉得让这件 很美好的事情 始终伴随着你的是快乐 而不是一种压力 不管你整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 可能就需要内心更坚强的声音 告诉自己说 就是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一定要想清楚 这个是为了别人 还是为了你自己 如果你为了别人的话 对不起 首先别人可能真的没有 那么在乎你好不好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就算动了这儿 他也不会觉得你好看 因为他要贩卖的这个外卖焦虑 其实也是他自己输压的一部分 首先这就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一定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你知道现在手机就是 所有的消费方式都是用手机 然后其实没有原来那个钱的那种 你会一张一张有花出去的感觉 就那可能在网络上 就可能钱走得很快 然后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做一个人 一定要把责任想在前面 然后一定要知道自己 要背负着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 出现的这个贷款 其实是非正常贷款 你可能作为年轻人来说 社会经历没有那么多 你没有办法 有一个清晰的辨别能力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给自己画一根线 我其实想劝现在的 刚毕业的同学们 或者年轻人们 就是尽量在自己 没有构建成熟的消费观 价值观或者在自己 有完全独立的足够的 经济基础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去碰这类 小额的消费贷或者什么样 如果是在缺乏这类 相关意识的情况下 去接触这些消费贷的话 很可能带来的危害会源 大于溢出 一定要去正规的机构 然后审视它所有的 就是贷款的资质 有几个坑小心 比如说特别容易拿到钱 另外一点 还款的方式写得 非常的模糊 第三点就是 把很多很多的 这个风险后移 让你好像今天 看不到一点风险 但以后你就觉得 一定能解决 像这种都是 非常非常要小心的 而且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有关的这个部门 要加大对于这种借贷的拔控 去共同推进社会 进步和对美的认知 不一样的是 这个是当下 立刻就可以通过 法律的监管 金融的监管 可以立竿见影地收到效果 所以我在想 所有的这些 不合规不合法的 这种贷款和金融服务 只要有人举报 只要有确凿的证据 相关部门 是会采取行动 所以不要给这些 违法的这些 金融服务 任何可乘举及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